好 同学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讲一个概念 Ods 这个Ods就是Chance 就是几率 那么在Logistic Regression这个地方呢 它用一种定义呢 它把它定义成为什么东西呢 它的Ods的定义呢 我们一般所谓的几率不太一样 它定义说 Y等于1的几率 去除以Y等于0的几率 所以这是 黄学文 赢的几率除以输的几率叫什么 叫什么 这一个球队 两个球队比赛对不对 甲 碰上义 甲胜的几率除以义胜的几率 或是甲 甲胜的几率除以甲输的几率 甲输就是义赢嘛 对不对 赢的几率除以输的几率 除起来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率 叫胜率 所以我们经常是 全世界的 现在全世界的运动的风气很盛 经常比 都在比胜率 赌盘在开的时候 在开一些什么胜率 胜率就是 赢的几率除以输的几率 也就是所谓的 odds 那logistic regression呢 也在这个地方 就用同样的定义 去定什么 定义说呢 y等于1的几率 去除以y等于0的几率 除起来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 odds 那一除的话 事实上我们发觉呢 它可以得到很漂亮的结果出来 你看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 y等于1的几率是多少 是不是1的 8% 1的几率是0190 Korin 3的几率 7ax要 对不对 你如果把它整理一下变成这样的 这样再来变成什么 你告诉我 父母这个地方啊 一一减掉它 我们不用算了 就是这个当父母 上下的父母都一样 就可以消掉了 那父母这个地方呢 这个东西减了这个 所以父母剩下1 对吧 分子之下变成什么 1的β0加β1x1 一直过来 叫βp乘xp 就是变成了胜率 所以以后我们如果谈 logistic regression呢 谈out 谈胜率的话 你知道了 所有的胜率就是这个 这个就叫做胜率 这叫胜率 out 所以你告诉我 x1多少 xp多少 所有的自编数多少 你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就是所谓的胜率 就是赢的几率 除以输的几率 谈完这个以后了 紧接下来再谈一个概念 胜率的比例 out ratio out是out out ratio out ratio是什么意思呢 是out 就是某一个自编数 某一个自编数的值 从0 上升到1 0的时候 它的胜率是多少 变成1的时候 它的胜率是多少 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你发觉它是这个样子 是β0 β1x1 βi x1 加1 到βp 乘xp 是1的β1 你看分子和分母 一定不同 是什么 这个是1 1是自编数 加了1 这是0 自编数没有增加的时候 没有自编数 某一个自编数 某一个自编数 并没有增加 这个是增加1 所以你看它是百0 这是百1 out 某一个自编数为0的时候 或者某一个自编数 没有增加的时候 分支 自编数 增加了1 那这两个去相除 你会发现它等于多少 会变成多少 这就等于什么 很好 1的βi次方 因为 上下两个相除 事实上是等于它的密次 相减 那密次减掉这个东西 剩下βi 化繁为减变得很简单 所以Oth ratio 所谓的圣比率 圣率的比例呢 就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那这个圣比率呢 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 是说某一个自编数 有关系的会论 那边的圣比率呢 这是顺警网站的 我们以前在回归的时候 我们说 当你的线性回归 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发觉了 xi如果增加到 xi加1 增加一个单位 请问一下 y会增加多少 y增加多少 其他都没有变 某一个这边数 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话 请问y会增加多少 beta 很简单的对吧 它会增加beta beta 同样的这个问题 人们会问 在logistic regression的式子里头 某一个自变数的值 增加了一个单位 你看看 我某一个自变数 增加一个单位 请问对胜率 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胜率会增加多少倍 1的beta 这个时候不能谈几率 各位同学 你看 如果我谈几率的话 它的式子是这个 有点赞 订阅 会增加一个自变数 有点赞 订阅 有点赞 订阅 你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几率 这个几率如果写成这样的话 你的xi增加了一个单位 这边也是增加了一个单位 从这个式子里头 你没法得出一个漂亮的 的一个很严谨的结果出来 你就是 这边看正在一个单位 xi变成xi加1 这边变成xi加1 这两个相处的话 效果看不出来一个 非常漂亮的结果 如果纯粹谈几率的话 看不出来结果 非得要把它 化成为什么东西的时候 化成为这个式子的时候 化成这个式子 是纯粹看分子 纯粹看分子 就是1的 整个这样的次数方 1的整个这样次数方 叫什么东西 就这个 这个叫什么 你整个来看的时候 你看不出什么东西出来 可是你如果个别只看 exponential function的时候 xi增加了一个单位 去除以没有增加之前 整个的效果是变成 1的βi倍 可是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叫什么 就是胜率 所以只能够就胜率上头 去做比较得到漂亮的结果 而无法在几率上头 去做比较得到漂亮的结果 几率上头做比较 你看这个式子 有它先天先是 下面是1加什么东西 这个很难除 很难看这个端理出来 但如果你纯粹把它 换成为胜率来看的话 这就可以比较了 这就是某一个xi 增加了一个单位 会造成你胜率 产生什么变化呢 胜率会变成 原来胜率的1的βi倍 所以这边这个逻辑啊 跟先前我们所讲的 单一质变数 在先行回归上面 增加了一个单位以后 会对回归的效果 对你的一变数 会产生多大的效果 就是βi 对你在先行回归上头 你看某一个xi增加一个单位 就是对y效果 会增加βi倍啊 βi如果是负的 那就减少βi啊 所以在logist regression 人们问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纯粹就 原有的几率来看 无法得到 可是你就胜率 也就是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叫胜率 在这个式子上头 确实 xi增加一个单位 胜率的比率 胜率变成是 原来胜率的几倍 1的βi倍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也可以不要只增加一个单位啦 他比如说我这边 可不可以增加C个单位 一增加C个单位 就变成什么 1的C层上βi次装备 不是只有一个单位而已 我增加C个单位 我变成C层上βi 所以显然这边跑出 off ratio这个概念 事实上是为了要呼应 为了要拥有原来 线性回归的比较的好处 线性回归我们在问 βi每个βi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的质变数 每增加一个单位 会对Y这个一变数 产生多大的影响的时候 就是看前面的系数 βi 那在logistic regression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效应出来呢 有没有可以在某一个质变数 增加一个单位 对什么东西产生了 什么样的一个增加或改变呢 有 那个东西叫顺利 顺利就可以得到这样的 类似的效果 所以对刚刚原来那个题目而言 同学你看看 我们大概727页最底下的报表 15至13的报表里头 我们看到Auth Ratio 像X1 Spending这个 自变数来讲的话 它的Auth Ratio是1.41 电脑帮我们算出来 Auth Ratio是1.41 那么X2的Auth Ratio是3.00 是吧 1.41跟3.00 电脑可以帮我们跑 没有问题 那Auth Ratio 如果你要去算的话 同学你看一下730页 确实Auth Ratio 在730页中间那边 它去算Auth Ratio 对X2来讲的话 确实你看它算出来的Auth Ratio 是不是3 也是3.00 那么Auth Ratio是什么 用 其他的自变数不变 Auth Ratio就是 X2 X2从0变成1的时候 X1一样维持是2 那么X2从0变成1的时候 这两个笔值会变成是多少倍 所以你就看Auth S1 所以你就看Auth S1 Auth S1是X1等于2 X2等于1 然后上下相除 那么Auth S1是X2等于0 算出来了Auth的结果就是它那个胜率 是0.2315 那X2等于1的胜率是0.6946 所以6946除以0.2315的结果变成是3倍 这个3倍就是胜率比 这胜率比就是你X2增加一个单位以后 造成你的胜率拉高了多少倍 拉高了3倍 所以实质上我们计算可以得到3 报表上有办法我们跑出来的结果 Auth Ratio是3 所以你得到3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是你的Auth Ratio一定都会变成3倍了 不管你其他的质变数是多少 你其他质变数只要是相等都没有关系 因为其他的质变数都会消掉 所以关键就在于呢 你在谈哪一个质变数 你谈DI个XI的这个质变数 这个XI的质变数它的值啊 一上升的C个单位 一有所变化 一定会反映在整个这个式子里 会变成1的C乘上βI 这样的结果出来 其他的东西是一致的 我们必须要控制其他东西都是同样 所以其他条件是一样的结果之下 你那个质变数的产生变化 就变成是1的 那个质变数的βI乘上C次 变成这样的结果 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Ratio上来看 那么有关这个Ratio呢 这个大家可以看730页跟731页 那么我们来看报表 再回到727页 而这个Ratio的右手边那边 有一个95%confidence interval 它也给你Ratio的lower bound和upper bound 也就是95%的信赖区间 就X1来讲 X1的Ratio是介于1.09跟1.81之间 95%的把握是介于这两个子之间 那确实上Ratio是1.41 确实也是落在1.09跟1.81这个信赖区间里头 那如果就对X2的Ratio来讲的话 就落在1.25跟7.17之间 那么Ratio的值是3 信赖区间是1.25到7.17 这两个信赖区间的值啊 很明显都没有包括1 也就是说它的胜率比 胜率比都超过1 各位同学 胜率比超过1啊 胜率比超过1 同学你看胜率如果是等于1 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的胜率比 这个是胜率比 胜率比如果等于1是什么意思 胜率比等于是什么意思 没有增加 也就是你做白宫 你某一个质变数增加了一个单位 看到没 增加一个单位的话 这个值啊 它仍然维持等于1 胜率比仍然维持1 没有增加 增加一个单位的结果也是等于1 那如果增加一个单位等于1的话 增加 再增加一个单位的 它还是1 所以如果你胜率比大于1 那是什么意思啊 里面增加一个单位 它产生的效应 就会胜过原来的那个胜率 对不对 那就值得你去增加这个单位 所以显然在这个地方你发觉呢 annual spending的胜率比啊 是1.41 那这个car x2 你有没有拥有这个卡的胜率比是3 请问哪一个质变数 是annual spending 还是有没有卡 这两个质变数 哪一个效应比较大 哪一个效应比较大 有卡没卡 对不对 有卡没卡的这个变数 是不是胜率比是3倍 所以代表有卡没卡 对这家公司来讲 对影响消费者使用coupon 的这个比率 是不是会大 你看它是3倍啊 也就是说 你从0变成1 你从没有卡变成1 有卡 从没卡变有卡的话 这个消费者 他的胜率比可以到达3倍 有卡所参加 真的效应是原来没卡 效应的几倍 3倍 不是说几率是3倍 而是讲的是胜率比是3倍 所以 Rs Ratio越大的话 代表你这个 你这个质变数 越值得去增加它 那你现在只有1.41倍呢 代表说你增加一个 一个单位的话 好比说annual spending 从1000增加到2000 是不是增加了1000 也就是x1 是不是增加1 对不起你胜率比 只有1.41倍而已 也就是产生的效应 是有大于1 可是都还不如 从没卡的x2等于0 变成有卡的x2等于1 效应都还不如它 这样懂一是吗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 一个消费者他使用coupon来讲的话 是他每年消费比较高的人 他会使用这个卡的几率 这个下影的冲击会比较高 还是他从没有卡变成有卡 然后会变得比较愿意使用coupon 显然从这地方来看的话 每卡变成有卡的人 他的归属感增加了 他每一次车子来那边停都免费 对不对 就是很喜欢到那边吹吹冷气 买买那边的面包 逛逛百货工资 一消磨就一个晚上 一个消磨就一个下午 至少消费几百块才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他很愿意往那边跑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卡 他随时随地可以开车开到那边去 如果没有卡的话 我一开进去就要几百块停车费 每一次我到那边干嘛 都用走路过去 用走路他想 那就不要去 所以那个有卡没卡是产生的效应 从out ratio这边来看 可以看出他是三倍 胜率比是原来胜率比的三倍 胜率是原来胜率的三倍 在这段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看那个out ratio out ratio帮我们找出 它的conference里头是在这个里头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的话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概念 在logistic regression里头 注意这个叫胜率 这个叫胜率比 这叫胜率比 这叫胜率 这叫胜率比 那么如果 也不要把它取得一的几次方 换句话说对这个东西取对数 你得到这个结果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叫logit logit就好像digit那种概念 好像数位那种概念 也就是逻辑 logit 把这个概念确定把它叫做logit 那么1的logit次方 是胜率 1的某一个beta i的次方 是那个xi的质变数 增加一个单位以后 所产生的胜率比的变化 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注脚 所以这叫logit transformation 好吧 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七百五十三页 这一张呢 讲的是呢 model building model building的意思 那个building不是建筑物的意思 那个地方的building 是指的是建模 建立你的模型 模型的建构 建立回归模型 有很多的考量 有很多的变化 这张专门谈模型的建构 建构 就叫做building 所以它不是一个名词的概念 不是建筑物的概念 model building 那我们先看一些例子好了 看一些例子会比较容易欣赏到它的精彩的程度 从这看一下我们在七百五十三页 左下角那边有个十六之一的table 那个table呢 有列出了一家呢 专门在卖电子秤的公司呢 它把它十五个员工 在一年当中所卖的秤 电子秤 秤叫scale scale 电子秤 电子秤一部很贵的啊 那么员工呢 专门在推销这电子秤的话呢 员工也必须要在公司 有一定的年资 有资历 它也比较容易推销的出去 那么它到底卖了多少呢 它卖了秤的个数啊 跟它的员工在公司的服务的年资 是不是有比 有关联 好 同学你看一下 它比如说第一个员工在公司有四十一个月 那么它卖了多少只啊 两百七十五只 那么 那么如果是第二个员工 一百零六个月 一百零六个月是几年啊 不到九年吧 九年是一百零八个月 所以不到九年 它卖多少 它也不过卖两百九十六而已 那你第三个员工七十六个月 七十六个月是几年啊 六年多 对不对 六年多的人卖多少 卖三百一十七只啊 所以啊你把呢 这边一共十五个员工啊 它所有的年资以及它的业绩 你把它画成为回归的散布图 大家看一下七百零四页的这个散布图 十六十一这个图里头 他们画出这样的图形出来 同学你看 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讲 散布图很重要 得到这样的结果出来 这个图啊 你如果呢 这样看的话呢 你把它画 你怕一个现行回归 大概不会太差了啊 那要R2应该不会太差 可是你总觉得有一点怪 为什么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这样的下垂 有一个下摆的这样的一个姿势 代表说 它好像不全然是一个线性的回归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留下了一些异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异斗呢 七百零四页底下 十六至二的这个报表呢 显示出果然 你看它的R2并没有那么高 78.1而已 虽然F的检定的值也都很高 T检定也都没有问题 PV都是小于 就是等于0 那么所以很显然 这些这个自变数也好 或整个模型都是正常 都是有效的 那么它的模型是十六至二的那个模型 就只抓X1 X1就是年资 月份数 你有几个月在公司服务 十六至二那个是它的模型架构 可是当我在进一步 去跑它的残项分析的时候 我们发觉它的残项分析 像七百五十五页上方 十六四三那个表 那个图 大家看一下那个图啊 呈现出了一种画中有画 你看那七百五十六页那个图啊 呈现出这样的形状出来 所以它并没有呢 像一个带状的 它也透露出一种 好像向下弯的一样的情形出来 那你看看它这边呢 你看它这边 笔值呢 你看你发觉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值啊 都是呈现出往下 这边往下移动代表它的这个 EI的值都是负的 而且越来越大的情形 所以似乎透露出啊 这个地方有产生问题啊 这个地方你如果用一条直线穿过去的话 显然啊 它会呈现出啊 在这个地方一架呢 它会向下压的一种情形出来 所以怎么样的情形来修正 它会比较好呢 这就是华语说呢 我们是不是呢 模型不要 不要只放 不要只放一次 因为这边像看起来 像是抛物线 抛物线的话 然后它应该是二次的 所以它多了这一项出来 那这一元二次 抛物线 OK 那 塔克把它叫什么 叫Second Order Second Order Linear Model 二次 二次 原来这种模型叫First Order 一阶的 这边是变了二阶 所以你之所以决定会加一个X1平方下去的话 纯粹是因为从这两个图上所产生的灵感 你看这边向下垂 这边也是这样的向下垂 干脆加一个二阶下去 可是这个二阶的这个 质变数平方这一项加进去以后 会不会破除所谓的线性回归这种概念 会不会违反线性的概念 显然它不是线性啊 对不对 你这变得是 抛物线它怎么还是线性呢 线性我们不是说的吗 应该是什么 linear combination的一种形式 所谓线性应该是 A0加A1乘以X1加A2X2 一直到AnXn 就是每一个变数前面乘上一个系数 然后相加 这边呢 不可以有平方 不可以有三次方 通通都是一次方 一元一次 或是N元一次 这边显然是一元二次 是吧 违反一元一次的精神 所以看起来不像是线性 可是这里头呢 稍微变化一下 同学们我们把它变成什么 我们把它变成 Z1 Z2 也就是说 我界定Z1为X1 Z2是X1的平方 我还现在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线性的格局 我只是引进一个新的识别数 我的新的识别数 就把它界定为X1的平方 名字就取名叫Z2 把原来的X1取名 另取一个名字叫Z1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只改个名字而已啊 它仍然回复着线性的格局啊 所以我们在这一章 特别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General 叫General Linium 这个叫做广义的 广义线性 不是一种狭义的线性 是一种广义的线性 也就是说 我可以把它做一些变化 我在它的自变数的设定上头 做的一些变化 就可以回复它线性的风貌 凡是可以这样做到的 包括日后你会发觉呢 如果像有这样的模型的话呢 像这样的模型 看起来是非线性嘛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我左右两边把它 take logarithm的话呢 这边 logarithm变成什么 log beta0加什么 加x1乘以log的 beta1 我把它取对数 然后令之为 beta0' beta1'乘上x1 这边变成y' 你看又回复到 线性的格局里头来 看到没 所以形式上看起来好像非线性 事实上我可以透过某一种操作 还是一样可以回复到它线性的格局 只要能够这样做到了 通通归类于广义线性的架构里头 通通通交到广义线性 OK 好 所以呢 虽然我们这个题目呢 加了一个x1平方进去 可是呢 我们了解 你只要把x1平方 另取一个名字 叫z2的话 它仍然还是线性 你一样可以把它交给 mini type回归里头 那么这一跑跑做的结果 同学看是756月最上面的这个报表 16之4的报表发觉 它的r2增加到90.2% 它是要升到90% 从原来78要升到90% 那同学你看它的f值更好 55.36了 p value一样非常小 那上方的有关体检定呢 来看它的p value也都是 除了constant那个0.07 会比0.05还大以外的 其他另外两个自变数的p value 都是比0.05还小的 所以t减定也都没有问题 f减定没有问题 r2是90.2都没有问题 看起来加了一个x1平方下去以后 大大改善了模型的这个适切度 那再来看呢 我们这个残余相分析 同学看一下16之5 那个残余相分析 跟16之3 这两个残余相分析的模型 一笔发觉如何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改善 改善了如何 是吧 至少它不会形成一种呢 好像有规律的向下弯的 像月亮弯弯 那样的一种形式出来 它至少有一点 回复到那个带状的概念出来 所以确实呢 这个改善改善很多 至于是不是百分之百 适用是不是有 还有没有可以改善的空间 这个是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暂时 先不管 因为呢 你如果花了那么多时间下去 你是改善一点点 其实不如呢 你就加了一项 X1平方下去 得到这么显著的改善 到这边来讲的话 就OK了 你得到了90% 你加了一个简单的 X1平方下去 不只在R2增加 也让你的参与商分析 大大改善了 OK了 可以了 就模型的建构呢 并不是说要你尽善尽美 模型建构它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去让你的模型 可以得到我们 Acceptable Satisfying 可以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出来 其实也就可以了 对这个例子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例子 756页底下 那么有一个interaction interaction是联动 是互动 原来自变数之间 可以有某一种联动性的 X1 X2 这两个东西可以有联动 所以联动并不是说 相关这种概念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像我们在 Multicorularity那种概念 不是那个意思 Multicorularity是说 两个自变数之间有 有什么 有相关 相关性是高达0.7 绝对是以上的话 那么就 我们会产生 Multicorularity 这边所谓的interaction 不是那种意思 而是说呢 它比如说 X1 是定价 广告费用 广告费用 广告费用跟定价 这两个东西 并没有什么相关啊 并没有说我定价越高 我的广告费用就越高 我定价越低 广告费用就越低 也并没有说我定价越低 所以广告费要越高 定价越高 所以我不需要做广告 所以广告费用越低 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这纯粹是你经理人决定 要不要多花钱去做广告 你也可以说定价很高 然后我广告 我花很多的钱 像Samsung 像Apple 定价很高啊 可是这样大力的 在推广告 那我们HTC 说不定定价比较低 那想定价比较低 大概就不太需要做广告 行销费用就比较低 可是人家一样 定价低 他一样大力做广告 所以这完全是你经理人的一个决策 并没有内在的这样的相关性 好 现在这个例子要说什么 定价跟广告费用 这两个质变数 是会互相产生一种联动 它不是相关性 相关性是我刚刚所讲 Multi-Korrenting那种概念 这边所谓的联动 是说两个东西 它会一起作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了 同学你看 757页最上方 16页那个报表 这家公司是做personal care 这是个人保养品 个人保养品呢 这是一罐乳液 所以一罐什么面膜 一块面膜 不是一罐面膜 还有什么 洗发精 什么乳液 还有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问我太太就知道 那这些个人保养品的单价 如果是两块美金的话 各位同学 它的广告费用是五万 对不对 50个千嘛 Sales是多少 478个千 Sales是什么 营收 现在同学你看 如果我的单价是两块五 然后广告费用是抓五万的话呢 你看我的营收减少了 看到没有 三百七十 那如果是三块钱呢 营收更少了 同样花五万块去做文告 我的价位越高的话 我的营收的效果 变不好 还有其他的各种状况 所以他列了好多种状况 结果呢 我们产生说了 底下了 1613那个报表 所以我看这个表里头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是两块钱 单价两块钱的保养品的话呢 如果你的广告费用从五万 变成十万 你的营收会从 461个签增加到808个签 808个签是八十万八千 461个签是四十六万一签 这样知道意思吗 英文上头有个签的概念 多少个签 所以808减461增加多少 增加多少 347个签 对不对 这个是在价位多少的时候 是不是价位两千 价位多少 价位两块钱的时候 对不对 现在我如果价位变成两块五 就是同样一贯保养品 我变成两块半的时候 我广告费用从五万增加到十万 请问一下我的营收效果 只是从364000增加到64万6千 只是增加多少 18万两千 是不是增加18万两千 28万两千 好 谢谢 三块钱的时候呢 我的广告费用的提升五万块 只是增加多少效果 四万三而已 你看到没有 它增加的那个幅度啊 绝对没有在像原来两块钱定价 比较低价的时候呢 广告费用一投进去以后 马上就可以很快瞬间可以拉高 你的价位越高的话 你广告所产生的效果就不如以前了 好你来看呢 七百八月这么16支6的这个图啊 那告诉你 你看两块钱的时候 一增加可以拉高很大 两块半的时候增加的效果就不不大了 三块钱的时候增加效果最少了 所以显然你发觉这应该怎么解释 这应该怎么说 所以你广告费用所产生对于促进营销的结果的话 不是你单独广告费用所决定的 对不对 还有哪个东西会决定你的营收 定价 而定价呢 也不是单独定价去决定你的营收 所以你看你的Y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X1在这个地方 X1定义是什么 是不是价位 Price 那X2是什么 广告费用 所以我的营收啊 是有受到价位的影响直接影响到 我也会直接的广告费用越多的话 其他东西都不管 广告费用增加的话呢 也会直接影响到营收 单独的质变数都影响到他 但是有一个观察到刚刚那个现象的发觉 你的广告费用对于营收的产生的影响 不是自己决定的 也不是单独你价位多少就可以影响到你的营收多少 还有一个影响是什么影响 是广告费用的多寡与你的定价 那个一起产生作用 所对营收赞成的冲击 所以把这样的一个两个一起 两个一起 作用 所以你看到它相成机啊 相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相成的意思是 X1是有多少 还得要乘上 还得要看你的X数多少 这两个是像软身兄弟一样 两个是一个什么 一起作用的一个东西 不是单独作用而已 两个一起作用 它如果是1 它如果是2 它如果是2 它如果是6 这2乘以6 不是只有单独两倍 是2 再乘上6 是12倍 是要看看别人 你两个东西一起联动作用 所产生的效果 那为什么会有多这个东西出来呢 就是因为刚刚的观察 你的价位如果是两块钱的时候 同样多增加五万块的广告费用 造成的效果很高 两块半的时候就不如原来那么高 三块钱的效果非常低 所以明显发觉 广告费用配合 这个定价 两个联动 两个一起作用 有这样一个联动的效应 这个一起作用的效应呢 在这地方把它放进去 可能会对模型会很好 结果呢 你来看 它一起把它放进去以后 759页 16是6那个模型 告诉我们呢 Z3就是界定为X1乘X2 那三个自变数呢 放进去 跑菜的结果 像最下方的16是7 你看R2高达97.8 然后PValue呢 三个 你的F 先看F吧 整个模型PValue非常低 那个别的T减定的PValue 也都非常低 整个模型非常漂亮 很漂亮 我们感觉非常欣慰 那意思是说什么 意思是这个模型相当好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把Z3把它拿掉 你只跑Z1和Z2 你的R2看看有没有70 绝对可能连70都没有 你的个别你认为 价位会影响它 不考虑其他的 个别看广告费用 会影响它 不考虑其他的 你如果是考虑单独的两个的作用 而不考虑其他的联动作用的话 你R2绝对不高 那现在你加了一个联动的效果下去 发觉两个东西会一起去作用 所以所谓的interaction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interaction 在这地方的 这个把它叫做interaction interaction在我们中文呢 直接翻译它叫互动 在这个地方呢 互动还不足以显示它真正的精神 它的精神应该叫什么 叫一起 一起作用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作用而已 也不是只有另外一个作用而已 这两个一起做一个partner 成为一个team 这个team的效应 这个相成绩的效应 一起对于营收造成作用 这叫interaction 加了这个下去以后 造成它会增加非常大 OK 这个就是 这个题目是谈的精神 下个休息